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烏克蘭方面十一號表示 俄軍已經對烏東頓巴斯地區 展開了最新攻勢 總統澤倫斯基在對南韓國會 發表視訊演說時 要求南韓提供武器 表示俄軍正大舉集結 遭圍城的南部重要港市 馬利波可能已經有數萬人死亡 國際社會有部分領導人居中調停 不過狀況並不樂觀 烏克蘭國防部亞素營公布影片 宣稱在馬利波街頭的俄軍坦克被摧毀 不過沒有提供更進一步訊息 國際媒體無法確認日期地點 以及影片的真實性 烏方十一號表示 俄軍已對烏東頓巴斯地區展開最新攻勢 總統澤倫斯基當天在對南韓 國會發表視訊演說時 要求南韓提供武器 表示俄軍正大舉集結 遭圍城的南部重要港市 馬利波可能已有數萬人死亡 當天傳出馬利波海軍陸戰隊表示 但盡圓絕 接下來打的可能是最後一戰 該市副市長奧洛夫說這是假消息 烏軍目前仍堅持抵御 西方官員表示接下來這段日子對烏克蘭至關重要 因為俄軍正在重整部署 國際社會也有部分領導人居中調停避免兩敗俱傷 奧地利總理內哈莫便是戰事開打以來首位與俄國總統普廷會面的歐洲領導人 他十一號前往莫斯科 表示兩人這場會晤不是友好的會面 過程直接公開也艱難 而過去一直避免批評俄國的印度 十一號美印線上峰會 由於立場與美不同 美方試圖施壓 叛能成為同路人 美國已經表示不樂見印度增加進口俄羅斯能源 儘管不會為此設下紅線 但不希望看到加速採購 印度上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暫停俄國匯集案投下棄權票 並繼續購買俄國石油跟武器 公視新聞黃麗玲編譯